第二局形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好 主要一方面 韩国队现在一个自己的失误比较多 还有一个防守不像第一局那么稳妥了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位徐晨跟郭总东应该好好的把握 目前的和好的形势 这节奏变化太快 所以有的时候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5比9 哎 出界了 6比9 6比9 5 10 6 9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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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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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0 10 郭振东是一个中路的扣杀 11比6 徐晨和郭振东也进 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呢 徐晨和郭振东呢打的技术比较好 而且呢一直把主动拳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 确实那么第二局的形势对 郭振东跟徐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韩国队这队组合目前自己出现的失误比较多 再一个就是在防守方面 不像第一局还得那么完善 经常会出现一些失误或者接不到的球 那么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的局势走下去的话呢 应当说作为中国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呢 就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的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 中国队呢在亚运会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也是第一次蝉联亚运会的这个冠军 对方又出现了一次接发球的滚网 今天接发球的滚网还是比较多的 好球机会 非常好 刚才 郭振东在前半场的封网 还是非常及时 看一下慢镜头 而且一个及时的跟进 非常清醒啊 郭振东 这也是作为双打运动员 首先要明确自己打完球的一个位置 和他的职责在什么地方 不能因为打完一个球就站着 那整个场地的空间就让给你的同伴 这样就会出现比较大的漏洞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还有一点就是 徐晨和郭振东两人的气势 完全是占了上风 是的 你看 这个造成 韩国队的柳原信和高城县的两个人失误连连呢 在第二局比赛里面失误太多了 现在比分呢是14比7 就是他们落后的这个7分呢 有好几分是他们自己送的 这也有一个方面就是 因为第一局他们打得比较兴奋 所以球呢各方面的感觉都会比较好 但第二局呢 目前就是说那种气势已经不如第一局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呢 也会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所以一般来说运动员上场一定要保持一种兴奋 所以我们下来说运动员上场的一个人失误